刚刚在美国出席完时装秀反港的冯德伦 尼亦以一身休闲装现身活动 他说难得出浮于工作于娱乐 还可以见到仪式偶像史太龙 真的很开心 见你也找到史太龙打卡 因为那个活动 周围去 他的职业会带我们去认识 你看到一些Hollywood stars 而且他因为史太龙也是一个我从小到 我只记得小时候 只是对着他的腹肌背肌 你知道Ramble第二集那幅 他在扎着头带的背肌 我也不知道望着他的背肌几个小时 Steven和郑秀文合演夫妻的电影 将于下个月在香港上映 而早前已经在内地率先放映 后悲不错 两人相隔十几年再度合作 依然火花十足 而今次他们还为电影唱完插曲 令观众更加惊喜 很好 我觉得尤其是 今次他是讲一个张艾嘉导演 我们那段是其中一个三部分的其中一段 他是一个讲疫情底下的 很多大家不同人 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和Sammy就是演两夫妻的 当在这样的情况疫情底下 会造成夫妻之间的一些磨擦 基本上讲到底 他都是一个带出希望的故事 这次也有份一起唱这个插曲 我觉得怎样呢 应该不算是一起唱 基本上是最后一句我帮他唱一唱 有个和音而已 带压力 我记得录音当时是有点压力的 因为很久没有唱 你又要认真地唱 那就口疼疼 又或者你可以当是一个震音 Steven本身是科技爱好者 最近他还在筹备自己的NFT项目 打算将更多近身的科技 带入电影世界 我对于科技、区块链 web3的东西 一直都有兴趣 今天来到这个展览 也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Suki 而且你看到后面那块金色的滑板 我也想投 看到刚才拿着手机里面的 是不是你自己设计的NFT 其实不是我设计的 是因为我是很早期 Suki开始 他们NFT的时候 我已经有买的了 所以那次抽到 其实我是matching 不是我设计的 今天我穿的这件红色 是match我那个公仔 那会不会自己都想设计一下NFT 这件事我们正在做的了 是不是好像也会 将它放进电影里面 这个计划 这个我们迟些到它适合的时候 我们要差不多mink的时候 我们会再出来做一大轮的宣传 到时再说